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东周列国制 今天咱们讲第44回 城普之战的第一级 鼎立 上一回 上一回咱们讲到晋文宫 夺取了北方大片的土地 这样晋国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中原大国 土地的拓展其实还是小事 重要的是晋国突然间就成为距离周天子最近的诸侯国之一 在诸侯中的地位和以前就不同 晋文宫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的这个聪明就表现在 他在获得了这样一个大的胜利以后 他所表现出来的冷静 土地增加了 人口增加了 晋文宫现在没有开庆功宴 也没有说到处张了 咱们来个会盟吧 都没有 晋文宫只做了一件大事 立刻就组建了晋国第三军 这个第三军 大家可要注意 因为我跟你说 在当时晋国组建三军这件事 这肯定是一条大新闻 当年这肯定是各国报纸 都报道的头条 晋国组建三军 何为三军呢 为什么组建三军就是一件这样大的事情呢 古代啊 在西州 西州的早期吧 其实现在看各种迹象都是表明 那个时候的诸侯是没有军队的 只有周天子 整个周朝 只有周天子手里有一支军队 固定的军队 这就是所谓 你看史书中所说的 所谓的天子六军 大家注意一件事 在春秋的早期 春秋 在春秋的早期 是吧 这种诸侯之间的战争 一说到打仗 说到战争的规模 这块有一个地方和咱们现在不同 咱们现在一说打仗 是吧 咱们说到规模大小 咱们都用参战的人数 说这种战争十万对十万 这就是可以算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战争 咱们说到战争的规模的时候 这都是用参战的人数来形容战争的规模 可是在周朝 在西周 在春秋的早期 你看史书中 很少说打仗 有说人数 说战争的规模都用一个词 叫胜 多少胜战车 齐国出兵二百上 甚至说国家之间战争的国家的大小的规模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这个计量单位 就是说这个国家有多少军队 诸侯都是说这是千圣之国百圣之国 就是说都是用圣 那这样一个军事单位来表示军事力量的强弱 这圣是什么意思呢 诸侯国呀 是没有自己的军队 只有贵族家里呢 才有战车 千圣之国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国家非常大 能够能够家里有战车的这个级别的贵族 有一千家打仗的时候 这些贵族啊 驾驶着自己家的战车去打仗 但是这不是常设军队 是吧 不是国家军队 国家军队常设军队就是天子六军 天子那的六军 军队是只有天子才有的 诸侯那的早期的时候都是民兵 打仗的时候呢 为什么不用人数呢 没法统计 是吧 这个数字没有效果 都是贵族坐着车 在前面 他的侍从奴隶跟着车后跑 打仗的时候呢 只有贵族和贵族打 平民奴隶都是在别人看着 他们是没有资格动手的 来的人 你一看好家伙铺天盖地 但是打仗的时候 就是那那几百人 剩下都是端茶倒水 给老爷揉腰捶腿的 所以你说算多少人呢 这和这和这打仗来多少人和和多少人参战 这是两回事 是吧 那个贵族派头大的 可能几百人跟在后面 但是打仗的时候只有一个 所以都说圣 就是说你有多少辆战车参战 而不说来了多少人 有多少人参战 这个量词的变化呀 从圣到人 其实是说明古代军队的构成 以后呢 以后随着天子暗若 从齐国开始 大家还记得吗 齐桓公管仲建三军 就是诸侯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了 虽然表面上说还是还是民兵 但是其实诸侯现在有了自己的常备武装 三军成为一个固定的建制 军以后成为一个军事单位 军事旅团银排 银连排 是吧 咱们玩过军旗的 这都背得很熟 义军到底在古代是指多少人 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建国的军队 左传中提到过的 是110乘110的方阵 就是义军 就是横着110人 纵向110排 是吧 就这样一个军队 义军大概就是 就是110乘110 这这这大概就是一万两千一百人吧 是吧 再算上各种指挥车 这中间还配备有指挥车呢 还有其他的附属人员 所以义军 现在咱们算着大概是一万五千人左右 三军啊 就就已经有平民参加 到了春秋的早期 就是齐桓公 那个时候的三军 这就是平民就可以加入军队 就不再是贵族战争 到了后来的秦国 是吧 咱们往后讲 讲到后边 秦国 秦国就允许奴隶参战 但是 但是现在啊 咱们讲到晋文宫的这个时候 至少奴隶还是不能参战的 奴隶在晋文宫那个时代 他们还是算牛羊 算你个人财产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资格参加战争的 从齐国开始 这种三军体制逐渐成为一个一个霸主的一个标志 你看晋献公吞并那么多国家 但他说他晋献公是吧 晋献公咱们说他 他叫并国十七 福国三十八 这就是说晋献公那么牛 也是组建了上下两军 他不敢组建三军 三军这就是霸主的范儿 只有说我想当霸主 不怕别人说 你才敢组建三军 晋文宫这个时候 当时拥有三军的主要除了晋国以外 还有三个国家 齐国有三军 宋国虽然规模小 但是也是三军体制 再有就是楚国 晋国现在组建三军 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 这是晋献公一种毫不掩饰的野心 我已经获得了周天子的支持 我当然可以组建三军 而晋文宫组建三军的这个时机 或者说他向外表露称霸的时机 特别好 天下来说 当时楚国最强 而且楚国现在已经有称霸的迹象 就像咱们 当你像咱们以前说的什么 什么政国卫国曹国 还有咱们提到的陈国菜国许国 这些现在都是楚国的附庸 实际上齐桓公以后 就是宋湘公弄了那么一把 之后中原就就暗淡了 逐渐这些中原国家 你想郑国现在都是都是楚国的蜀国了 那楚国就强打几乎 几乎现在就可以说是周天子的世界已经已经衰落 现在是楚国一家独打 在这个时候晋国出面称霸 实际上就有带领啊 已经衰落的北方贵族 重新雄起 抵御楚国的那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时机特别好 没有人跟晋国争 这个时候还在抵抗楚国的就是齐国和宋国联盟 晋国和秦国这两个国家呢 那个时候不算是反秦 不算是反楚的 是吧 他们算是中立的 秦国和楚国以前就非常友好 晋国 晋文公把把楚王当作恩人来看待的 所以晋国和楚国也是友好的国家 特别是其实其实这个秦国和晋国呀 他与中原国家很少往来 要不是晋文公当年曾经周游列国啊 真的就就就晋国和和这些国家没有往来的 现在当齐国和宋国面对楚国处于下风的时候 实际上晋国的崛起是是突然说 要不你们支持我当霸主 我带着你们抵抗楚国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晋国和秦国的关系 是吧 这是老丈人 那你说在当时除了被楚国吞并 也就剩下让西北贵族称霸这一条路 这是中原国家 叫别无选择的事 晋国其实要是按实力来说 他打不过楚国 甚至于他可能也打不过齐国和宋国的联盟 是吧 如果说天下三分 楚国是一个集团 齐宋算是一个集团 晋国算是第三个集团 晋国可能在这三个集团里 按掌柜这么计算啊 他是最弱的 勉强说 说他和秦国联盟 算是秦国和晋国联盟 这大体上才是一个三分的距禁 晋国能称霸 不是靠实力 而是靠机会 只有楚国和这个齐宋联盟 楚国和齐宋联盟 只有他们势不两立才有晋国的机会 就是这样 晋国虽弱 但是晋国如果与齐宋结盟 那么北方联盟现在就比楚国强大 同样晋国要是保持中立 那楚国联盟就会吞并齐宋 来 晋国就这么重要 掌柜曾经困惑了很多年 是吧 当时的世界 楚国是个一流国家 齐国宋国 这是两个二流国家 是吧 晋国其实都比不上秦国 勉强晋国能算一三流国家 那么多超级大国的世界上 为什么最后让这么一个准三流 还算不上三流的国家 晋国当了霸主呢 掌柜啊 这是受受史记的影响太深了 很多年以后 我其实才明白 这就跟当今的日本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一流国家和两个二流国家 势不两立 这才有一个三流国家的崛起和称霸 就是这样 要是没有中国 中国国内咱们自己人汉贼不两立 是吧 那也没有日本侵略中国 同样没有美苏的对立 也就没有日本的六十年代 所以今天有些人一直要挑动中美对立 一定要给中国和要给大陆和台湾添一把火 这是有些人他们祖上流传下来的传统思维 这个思维就是当年的禁国称霸的历史 禁国就是这样 没有楚国和齐宋联盟的汉贼不两立 就没有禁国的称霸 它是一个实力上来说 它是一个准三流国家 三国 魏蜀 是吧 东吴最弱 但是最后一个灭亡的 是谁呢 还是东吴 因为什么 因为曹魏和蜀汉势不两立 同样一个道理 禁国称霸 那是因为楚国和齐宋联盟 独公带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明白 齐桓公称霸靠什么 靠笑脸 但是他是一只带着老虎来你家做客的人 是吧 他冲你微笑 那是因为他身后有一只老虎 宋乡公也是靠笑脸 但是他笑的就很假 是吧 他那是虎假虎威 他是靠着和齐国的友好 是吧 借着自己的贵族身份 到了晋文公这里 晋文公开始靠微笑来称霸的 但晋文公是 是因为可以和两边同时微笑而称霸的 春秋五霸 大家别着急 掌柜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想 这是五种不同的称霸 晋文公称霸 就是从尊王开始 然后呢 然后 那于是以法源是信 再往后呢 再往后就是成普之战 成普之战的版本呢 其实也很多 因为史记中的呃 记载的呃 相对来说 将比较其他战役来说 还算详细 但是他对当时的很多局势的介绍 没有 没有很简单 是吧 掌柜把这一段呢 给大家补上 成普之战是一场大战 是吧 他牵连进来了十多个国家 所以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这些国家之间 他们的关系啊 咱们在讲这个故事 以前今天第一回 咱们给大家把这关系说说清楚 战争的爆发点是什么呢 是鲁国 这鲁国呀 大家要是有地图的啊 找找看 鲁国在齐国和宋国之间 齐国和宋国是盟国 他们反对楚国 但是这一回 在齐国和宋国之间的鲁国发生了摇摆 鲁国要导向齐到导向楚国 这个说的是真绕嘴 没办法 楚国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此前在鲁国你往东边看 鲁边鲁国的东边是陈国菜国许国 这些国家都已经导向了楚国 在鲁国往西看 这不是往东看是陈国菜国许国吗 你往东边看 是吧 这鲁国的东边是曹国卫国 曹国卫国也已经导向了楚国 所以这回如果鲁国导向楚国 那宋国基本上就算陷入楚国盟友的包围了 而宋国与齐国的联络 也将因为鲁国的倒戈被切断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宋国和齐国一定要武装干涉鲁国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借口 是吧 不能让鲁国的宪政权导向楚国 这是所有矛盾的核心 于是宋国和齐国进攻鲁国 而楚国呢 楚国现在一定要解救鲁国的 因为鲁国要导向自己 而他的导向是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的 于是这一场大战就揭开了序幕 大家要知道这个故事里 鲁国是第一个关键 是战争的爆发点 也是各种胜败的关键 最终这场大战谁胜就看鲁国倒向谁 鲁国要是继续保持中立 那就算是宋齐联盟获胜 是吧 不管什么其他的利益如何 只要鲁国最后倒戈楚国 这就是楚国胜利了 所有这一系列的战役 最后看鲁国怎么样 在对鲁国的战争中 是吧 齐国和宋国是联盟 他的对立面是楚国 而战争中出现的一大堆国家 什么曹国 魏国 陈国 蔡国 许国 郑国 是吧 这些国家 都是楚国的盟国 楚国的势力 现在就已经这样大 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 其实谁也没有想到 晋国会参战 一个是 晋国和楚国是友好国家 而且晋国和齐国 也是友好国家 对吧 崇子周游 这个崇尔周游列国的时候 就这三个国家 楚国 齐国 宋国 大家注意到了 都是崇尔的恩人 谁都认为 晋国是自己人 所以谁也没有想到 晋国会拉偏手 会参战 都认为 晋国会对我们 施予援手 另一个 大家疏忽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其实此刻的晋国 他的主要的势力范围 还在太行山以西 他和这个鲁国 齐国 宋国 都没有边境 这中间隔着呢 自北向南 依次隔着燕国 魏国 曹国 是吧 和楚国之间 还隔着隔着一个正国 从晋国要去宋国 中间要先经过魏国 再经过曹国 所以晋国和主战场 是隔着很多国家的 是吧 大家要是有兴趣啊 我觉得这一段 应该一定找一份 春秋的地图 是吧 看看这几个国家的位置 其实理解了这个位置 你再看一下 这些国家的归属 你对这个战争 他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基础 这个是在一种 什么样的氛围下 开始这场战争 你就有了一个 大概的了解 好了 时间时间到了 咱们这一回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